洗脚礼 以御族有份 及教训相爱 圣洁谦卑 不是饶恕之典礼 对每一个受尽者 要奉耶稣送你 可以洗脚一次 至于彼此洗脚 必要是亦可行之 在后面有讲 典礼 教训圣经 谦卑 不适 饶恕之典礼 所以洗脚礼 是典礼 那从圣经来说 我们教会里面的典礼 有三样 所谓典礼就是 跟得救有关的仪式 比方说 婚礼 它不是典礼 结婚礼不是结婚典礼 因为 这个有没有办婚礼 跟得救没有关系 那丧礼 也不是典礼 在佛教里面 丧礼是为死人做的 但是我们在 圣经的教训里面 一个人断继 他的典礼 已经神带去了 所以 有没有做丧礼 是没有差别的 那丧礼是为活人做的 第一个就是安慰 遗嘱 第二个就是要 让参加的人 来思想人生 所以他们可以来调整 生活的方向 跟生活的内容 所以那两个都不是典礼 那典礼有三个条件 哪三个条件 以前我们有谈过 典礼有三个条件 从圣经看起来 符合这三个就是典礼 第一个是 跟得救有关 比方说 洗礼为什么跟得救有关 洗礼的功效是什么 使徒经章二章三十八节 洗礼的功效是什么 洗去你的罪 还有使徒经章二十二章 保罗虽然能主光照 他还是迟疑 而神告诉他 现在亚拿尼亚 你为什么当年起来 求告你 能受洗去你的罪 那这就跟得救有关 那我们下一次会查考圣参 圣参跟得救也有关系 因为领受圣参 跟将来末日复活有关系 所以跟得救有关系 那我们今天查考这个洗礼 也跟得救有关系 所以它是得救有关系 第二个 洗礼的条件是哪 主耶稣亲自做过榜样 主耶稣有替当时洗礼 主耶稣有接受洗礼 祂有榜样 那约翰福音十三章 主耶稣有为门徒洗礼 洗脚礼 这也有榜样 那圣参里 主耶稣也有办圣参 在玉月节的时候 所以第一个跟得救有关 第二个主耶稣给我们做榜样 那第三个主耶稣吩咐我们去做 所以主耶稣告诉门徒 王府天上去传福音 信而受洗必然得救 这个主耶稣吩咐 那圣参里 说你吃我的肉喝我的血 你就有永生 叫我们要常常去做 然后洗脚礼 主耶稣也叫我们去做 所以这个才叫做典礼 那其他的教派 有很多不同的典礼 我们教会只有三个 那这个三个典礼本身 是英文叫一个package 就是说那是一套 好像套餐了 就是洗礼让我们设罪 洗脚礼让我们跟神有份 那圣参里 领受主的生命 让我们跟将来的复活有关 我这个三个典礼不是用一个来问 否定另外一个 那我如果只有洗礼 我没有洗脚礼 我没有领圣参会不会得救 不是用这样互相来 是全部都把它做完 那我们就有把握 我不是说我这个领受圣参 我没有洗脚礼 叫会不会得救 就全部都做 因为主耶稣就说 这个跟得救有关 好 那我们再看 以德说 我若不惜你 你就与我无份 好 那现在来看 整本圣经 这个洗脚礼 只有一个地方 约翰十三章 而且现在基督教界里面 有洗脚礼的 有几个 约翰十三章 约翰十三章 现在基督教界有洗脚礼有几个 差不多没有一个教会 没有一个教会 除了天主教 但是天主教的洗脚礼教皇 每一年会选定一个时刻为信徒洗脚 那那个信徒都有先选好 那选好以后教会都要叫他们脚腺气干净 然后才给教皇洗脚 它是一个象征性 它不是典礼 好 那我们先看 这个洗脚礼是出于主耶稣的爱 约翰十三章 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 约翰十三章第一节 约翰十三章 约翰十三章第一节 就回到父那里去 这个时候已经到了 那洗脚礼是主耶稣爱他们到底 才为他们做的 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到底 对不对 英文怎么办 到底 到底有两个解释 第一个 以程度来讲 程度来讲到底 就是流出最后一滴血 这个就是到底 好像测试用油用到底 又没有油 血流光了 生命就结束了 那这个到底 以时间上来讲 就是爱到生命的最后一口气 一直到断句为止 这个叫做到底 那为什么洗脚礼 是主耶稣爱他们到底 因为如果我们看 我们刚刚读的 第八节 耶稣说 我若不洗你 你就与我无份 所以洗脚礼就是要让我们与主有份 那为着让我们与主有份 所以主耶稣来到人世间 他从天上降为人 那降为人 他要降为仆人 那仆人他要降为罪人 这样一直往下降 降为罪人 他才被人钉十字架 那降为仆人 他才洗人的脚 这个就是爱 天上的神 降为人 降为仆人 来洗我们这些罪人的脚 那这个就是爱 我们如果要我们洗脚 都是洗我们自己的孩子 或者说洗我们所爱的人 但是主耶稣来世界 他洗的是很卑微的人 这个就是他的爱 为着让我们跟他有份 好 那我们现在回来看这个讲义 这个洗脚礼的教训 有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与主有份 所以我们看这个第一点 这个与主有份 这个与主的团契有份 因为主耶稣在天上 那现在我们通过洗脚礼 我们就学习在教会里面 怎么侍奉弟兄姐妹 那我们就能够跟主 这个团契有份 所以彼得说 我若不洗你 你就与我无份 可见这个洗脚礼是超越风俗的 比方说我们来到美国 美国有很多的风俗 我们教会也没有在做 因为跟圣经没有关系的 我们不需要做 洗脚礼跟主有份 所以是超越风俗 那没有 跟信仰没有关系的 一些风俗 我们就不需要做 所以整本圣经 虽然写一次 但是神的话 都是有权柄有能力的 那我们刚刚看 约翰13章第六节 我们一起来念 约翰13章第六节 爱到西门彼得 彼得对他 主啊 你洗我的脚了 第七节 耶稣 彼得说 我若不洗你 你就会与我无份 这个地方 说我们洗脚礼 当时主耶稣替门徒一个一个洗 那洗到彼得的时候 这个彼得年纪比较大了 所以他就想一想 怎么有老师替学生洗脚呢 历史上没有这样 只有学生替老师洗脚 那主耶稣来世界上 他是主人 怎么有主人替仆人洗脚呢 世界上也没有 只有仆人替主人洗脚 所以这个彼得想一想 他就 你洗我的脚吗 我才不敢接受主耶稣的洗脚 但是第七节 耶稣说 我所做的 你如今不知道 后来必明白 那为什么现在不知道 后来又不明白 因为主耶稣所讲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是奥秘 那主耶稣所做的事情 也是奥秘 好像圣山里 这也是奥秘 所以 如果没有神开我们的心 我们就没有办法明白 那神开我们的心 我们就可以明白 所以 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基督徒 其实 刚刚来教会的时候 很难相信 但是一得圣灵他就信 包括非基督徒 包括基督徒 一得圣灵就信 为什么 因为圣灵叫做真理的灵 圣灵给我们属灵的智慧 让我们明白神的道 所以 为什么 我所做 你不知道 后来必明白 那第八节 彼得说 你永远不可洗我的脚 如果我们是彼得 主耶稣要洗你的脚 你会怎样 如果主耶稣要洗你的脚 你会怎么办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因为他们跟主耶稣 跟了一段时间 发现主耶稣会叫 虾子看见 垂腿走路 使人复活 风海平静 这真的是神 活在这个地上 那一旦人认识主耶稣是神 他用人的方式活在地上 根本就 不敢给他洗脚 他太伟大 所以 彼得说 你永远不可以洗我的脚 那耶稣说 我若不洗你 你就与我无分 这句话就很厉害 你如果没有让我来洗 你就跟我没有分 跟主耶稣没有分 就是跟他的国没有分 就是将来跟得救也没有分 所以彼得马上就改变了 所以第九节 西门彼得说 主啊不但我的脚 连头 手和头也要洗 所以 他不但接受洗脚 他想头跟脚都要洗 但是主耶稣告诉他 不需要 那都会第四节 凡洗过澡的 把脚一洗 全身就看清 所以不需要 所以我们看 回来看这个第一个 洗脚礼的目的 就是与主有份 所以它是超越风俗 带着与主有份的作用 和奥秘 所以我们就根据对主耶稣的话的信心 来这里举办洗脚礼 我们在 在加拿大有一个教会 有一个阿富汗的回教徒 她是一个姐妹 到我们教会来受洗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一个见证 她很虔诚 在洗礼完回来 在教会里面举办洗脚礼的时候 她说她很虔诚 这样默不倒在祷告 一开始洗脚洗到她的时候 她发现 忽然间这个物质界不见了 又看到一个人 就向主耶稣来洗她的脚 那等到洗脚礼完毕了 忽然间那个灵界不见了 物质界周围的弟兄姐妹 椅子又出现 所以刚刚她在洗脚的时候 看到那个异象 她是阿富汗的回教徒 我一听到洗脚的时候 看到一个异象 真的是主耶稣 这些门徒 奉主耶稣的名 就是代替主耶稣来替我们洗脚 好 那我们先来看重要的教训 主借着洗脚礼留下各种教训给我们 至少有四个 第一个 教训我们当效法 主爱门徒到底的爱 去爱弟兄 要爱到底 我们来看 我们刚刚第一节已经读过 三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念 变成第一章三十四节 一起来念 我是给你们一条新秘密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我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三十五节 你们不过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主 是什么 所以在这个西教里一直讲 西教里他讲到 一直到三十四节 过来又大出去 然后主耶稣就说要有一个新命令 要彼此相爱 那怎么相爱 那怎么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所以我们信耶稣彼此相爱有一个模式 就是我怎么爱 就是主耶稣怎么爱我们 那用这个爱来彼此相爱 那主耶稣怎么爱我们呢 第一节就说他爱我们 爱到底 为我们洗脚 所以我们要爱弟兄 那洗脚就是谦卑 侍奉我们的弟兄 所以服事本身就是爱的表现 那如果有彼此相爱的心呢 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 弟兄姊妹 彼此互相服事 这个就是彼此相爱 那大家看出你是我的门徒 那彼此相服事就不分我们在社会上 你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 全部都分了 社会上的背景 这个都不重要 现在来到教会里面 我们都跟主耶稣一样 就像主耶稣的本来是神 既然降下为人就是人了 所以他就卑微成为人 这样来侍奉人 所以第一个 他就是教训我们 要效法门徒还到底去爱弟兄 好 那第二个 教训我们要保持圣洁 不可再走不易的路 我们现在回来读十三章 你看十三章 第十节 第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念 耶稣 耶稣说 凡洗过澡 只要把脚一起 全身就干净了 你们是干净的 然而不都是干净的 耶稣远知道要卖祂的是谁 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 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 只有一个不干净 犹大 那为什么犹大不干净 犹大人哪里不干净 他的心不干净 所谓不干净就是说 有罪 不干净 所以那个八夫里面来讲 什么样的人要见到神 找找看 八夫里面 什么样的人要见到神 马太 第五章 马太第五章 第八节 清新的人有夫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这个清新 中文翻清新 有时候我们会解释 孩子都长大了 所以我现在比较清新 但是如果我们看英文 清新叫做pure 这个pure就是没有杂质 就是没有罪 没有罪的人有福气 因为他要见到神 因为他要见到神 见到神就是对神有体验 没有罪才能够对神有体验 那犹大不干净 就是他心里面有罪 为什么有罪 因为他想要卖耶稣 所以他叫做不干净 那一生的果效重新发出来 我们找找找看 这句话在哪里写 真言是四四三八 OK 好 我们来读哈 真言 四章 第几节 四章 第几节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 这个一生的果效就是说 我们一生要做什么事情 要怎么生活 这是从心来决定的 那犹大既然是不干净 就是他的心不干净 就是他贪财 所以后来他就有一个动作就跑出来 那个动作是什么 就是卖耶稣 所以卖耶稣这个动作是由他贪心开始的 一生的果效从心发出来 所以这个心有好的就结好的果效 不好的就结不好的果效 所以我们在西教里 就是告诉我们 不要再走不意的道路 像犹大一样 那我们才能够来走天国路 天国路就是什么 义路 我们现在来看提摩太后书 二章十九节 提摩太后书 二章十九节 然而神坚固的根基地主上面有着印记说 主认识是谁是他 主认识谁是他的人 又说 凡身不主名的人 总要离开不义 在这个地方讲 主认识谁是他的人 凡身不主名的人 就是敬拜神的人 要离开不义 然后在二十节 在大户人家 不但有金器 银器 也有木器 瓦器 有作为贵重的 有作为贝贱的 这个讲大户人家 就是说 有钱人 他有四种器皿 一个是金的 一个是银的 一个是木的 一个是瓦的 所以在神看起来 哪一样器皿最贵重 金的 这是人看 在神看起来 哪一样器皿最贵重 二十一节 人若智洁脱离非贱的事 就必做贵重的器 成为圣洁 何无处用 遇备行各样的善事 所以 如果自己 洁净自己 脱离悲见的事 那在神看起来 这就是贵重的器 所以神看的贵重 跟人看贵重不一样 人看的贵重 就是看 聪明才智 教育能力 家世 背景 财富 这个就是人看作贵重 那对神来讲 这个都不重要 对神来讲 他看 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要成为圣洁 没有罪 所以洗脚里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脚 接受主耶稣的洗过 因为这个教会的圣职人员 奉耶稣的名给我们洗 就表示说 我们的脚是主耶稣洗过的 所以从今以后 要保守圣洁 不要再走不一的道路 那 我再想想看 诗篇二十三篇里面说 神为我的名 引导我走异度 那个异度 那个异度是什么意思 诗篇二十三篇 诗篇二十三篇 我们一起来念 第三节 我们一起来念 二十三篇第三节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名 引导我走进入 这个我的灵魂苏醒 就是指着洗礼的时候 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 从水里面起来 就是与主同复活 这个叫灵魂苏醒 不然我们都死在罪里面 那现在灵魂苏醒以后 神为他自己的名 就是耶稣 我们得圣灵就是盖一个印 表示我们属耶稣的 每个人身上都有耶稣这个名字 那引导我走异路 这个异路是什么 路 路一般就是连接两点 比方说旧金山跟这里 你要走异魂五号 这个就是路 那主为我引导我走异路 那这异路哪两点 我们再来看 找找看 在约翰福音里面讲 如果没有借着我 没有人能够回到父母那里去 就在十三章的附近 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 多玛对他说 主啊我不知道你往哪里去 怎么知道那条路 所以主耶稣说你知道那条路 他们说我都不知道你要去哪里 怎么知道那条路 那主耶稣去哪里 第六节我们再念第六节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所以我就是道路 所以这条路 最后的终点是什么 第六节 这条路最后的终点是什么 父那里 那父那里是哪里 天国 所以 我们洗脚里 脚洗完之后 我们就是在走 义路 诗篇二十三篇的义路 那义路的最后 终点就是 天国 就是主耶稣那里 他回到天国 为我们预备地方 所以从我这里 要回到天国那里 要走义路 那这个义路是什么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 那主耶稣怎么做我们的道路呢 我就是真理 就是照着圣经的道理来 走行我们的生活 就是走义路 那这样 我们就可以走到天国 所以教训我们 第二点 教训我们要保持圣洁 不要再走不义之路 因为如果走不义之路 就走不到天国 天国是义路 走不义的路 就是走到天国的另外一边去 所以犹大 犹大被主耶稣拣犬 这是极大的恩典 他变成使徒的职份 但是他没有走义路 他不干净 所以到最后 犹大善是什么 我们大家想想看 犹大善是什么 他把主耶稣卖多少钱 三十块银子 那在主耶稣的眼中 犹大有多少价值 在主耶稣的眼中 犹大有多少价值 就三十块钱 耶稣看犹大 有多少价值 他是重价买来的 主耶稣替他洗礼 重价是什么 耶稣的宝血 把我们买出来 那血是什么 是生命 所以在主耶稣看来 他爱犹大 爱到愿意为犹大牺牲生命 但是在犹大看起来 主耶稣只值三十块银子 所以这都差很多了 对不对 这差很多了 所以犹大没有走这条异路 他损失什么 我们来算算看 犹大没有走这条异路 他损失什么 第一个 他损失使徒的身份 使徒身份就没有了 第二个 不能到富那里 就是什么 没有永生 不只是没有永生 富那里就是永生 第三个 他损失什么 犹大怎么死 上吊死 他损失肉体的生命 那已经三个了 再来 犹大又损失什么 还有 犹大损失什么 损失他的名声 对不对 你看现在小孩子 有人叫马大 有人叫马可 就是没有人叫犹大 损失三十块银子 损失他的名声 损失三十块银子 他也没有真的达到三十块银子 他也没有真的达到三十块银子 我还给你的就丢了满地 那三十块银子就买一块地就买他了 所以他什么也没有达到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教训我们要保持圣洁 不要走不义的路 这个不义的路主要是属灵的 那其实以属灵场来讲 如果脚不要走不义的路 你根本就不会犯罪 我就是不走 我这个两只脚就是不走 你怎么去犯罪 所以我们要提醒我们脚是洗过的 不要走不义的路 那更重要是心要洁净 一生的果效从心出来 好像犹大 不洁不洁净 第三个 教训我们当效法 主谦卑服侍人的精神去服侍人 爱要以主耶稣为中心 为榜样 彼此相爱 像我爱你一样 我们刚刚念的 那服侍人也是效法主耶稣的榜样 谦卑服侍人去服侍别人 我们来看约13章12到14节 那我们一起来念 约13章12节 耶稣洗完他们的脚 就穿上衣服 又坐下对他们说 我像你们所做的 你们明白吗 你们称呼我夫子 称呼我主 你们说的不错 我本来是 我是你们的主 你们的夫子 上且洗你们的脚 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主耶稣没有火定 他说 你称呼我夫子 称呼我主 我本来是 他没有火定 那我是你们的主 上且洗你们的脚 就给你们做榜样 你们也应当鼻子洗脚 这个鼻子洗脚是代表什么 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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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一解 马太福音20章 马太福音20章 25节 马太20章25节 好 我们先从23节 大家来更深 印象更深 马太20章23节 耶稣说 我所喝的杯 你必要喝 只是坐在我的左边 不是我可以吃的 乃是我父 为谁预备救 24节 那十个闻徒听见 就拿着他们弟兄二人 耶稣叫他们说 你们知道外方人有军王为主 自治他们 有大臣超权管输他们 只是你们中间不可降 你们中间谁愿打打就必做你们的用 谁愿回首就必做你的故人 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 并且舍命做过人的服事 这段圣经讲得很清楚 西家里的重要的目的 西家里的重要的目的 这里告诉我们 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事 还是要服事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有人的地方就会争谁为大 对不对 这是人性的弱点 所以 主耶税在的时候呢 有一个人 你看二十几年 西比泰 儿子的母亲 同他两个儿子上来拜耶稣 求一件事情 他求什么 就是 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 在你国里 一个坐在你右边 一个坐在你左边 他这个母亲是很爱孩子 第一个孩子说 一个坐在耶稣的右边 一个坐在左边 耶稣说 你不晓得你在求什么 我喝的杯你能喝吗 那个杯是什么 十字架的苦杯 你能喝吗 要不好喝 所以 主耶稣就告诉他 天国大小这是神事的 刚刚我们读过这一章圣经节 天国谁最大 当然神最大 当然神最大 除了神之外 天国谁最大 我看二十六节 天国谁最大 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 就是服事别人的人 看起来好像仆人 他在天国就是最大 所以我们教会里面 虽然有长老 执事 传道 还有负责人 这个不是大小 我们教会跟其他教会不一样 这不是大小 这是指着他们 在教会服事的职份不一样 所以他的工作内容不一样 不是大小 如果我们来到我们教会 你看在一般基督教界里面 那个讲台后面都有什么 一般基督教 特别座 我们教会都没有 你不管谁 你在社会上 包括奥巴马一样 来到我们俄白教会 就是大家坐在哪里 有空位就坐 就是这样 没有特别坐 为什么 因为在神的面前 就是如果我们要变大 就要变仆人 来服事 天国就变最大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 当我们接受洗礼之后 接受洗教礼 就教导 我现在加入这个教会 我不是要人服事我 我是要效法主耶稣 来服事别人 那我这样做 我将来的天国就大有赏识 不要是这样 那第四个 教训我们效法主耶稣 饶恕 主知道犹大要卖他 能为他洗脚 那是真正的饶恕 如果没有饶恕的话 不可能来为他洗脚 你现在如果看到一个人要出卖你 你会怎么做 恨 只有恨而已啊 恨那你还不错 你如果知道有一个人要出卖你 把你钉十字架 会怎么做 先把他干掉 对 先下丑 先下丑为强 是不是这样 但是犹大 你看 那主耶稣非常饶恕他 为什么 他替他洗脚 那为什么主耶稣要替他洗脚 为什么主耶稣要替他洗脚 为什么主耶稣要替他洗脚 因为主有份 除了主有 所以他跟主有份是什么 要感受他 对不对 我已经知道你要卖我 但是我还是很爱你 希望你跟我有份 所以我替你洗脚 就是这样 那主耶稣真的是充满着爱 真诚的饶恕人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 其实教会有很多好人 但是有时候我们的软弱 也会得罪别人 别人的软弱也会得罪我们 好像牙齿咬到舌头一样 牙齿咬到舌头怎么办 哪一颗咬到 拿铁锤把它垂掉 也不是啊 到最后还是要合作 对不对 所以我们效法主耶稣 如果有谁得罪我们 当然有时候觉得很不舒服 那求神帮助我们 就把它赦免 饶恕 那饶恕以后就没有那种 bittenness 没有那个苦在里面 不然的话会很难受 很难受如果没有解决 有教会不去啦 应该谁得罪我 那如果饶恕了就可以了 其实我们当父亲 大家都当过父亲 小孩子得罪我们无数次 想一想还是饶恕他 对不对 因为是你的小孩子 你爱他 所以我们教会里面 如果万一有什么互相得罪的要饶恕 因为如果没有饶恕 因为如果没有饶恕 有恨在心里 神就会 我们跟神就没有体验 因为神就是爱 约翰尼书说恨就是黑暗 住在黑暗里面的人 跟神没有相交 所以要饶恕 所以我们现在结论 习教里教训我们 要爱到底特爱弟兄 要保持圣洁 要谦卑服侍人 要效法主耶稣 饶恕别人 赦免别人 这一点很重要 冰冻一尺非一日之寒 你父亲也一样 如果太阳下山 就让他过去 就不会有问题 那你如果 一次不满 一次记在心里 因为有一天爆发出来 就结束了 就完了 所以要饶恕 饶恕的力量就是主饶恕 那洗脚礼的方法 对领受敬礼的信徒 甚至要奉耶稣的名 给予洗脚一次 使他跟主有份 我们再来看下面 第二点 关于彼此洗脚 有洗脚旅风俗的地方 我们这里没有洗脚旅的风俗 有一些地方 他有洗脚的风俗 如果要彼此洗脚 比方说两个互相得罪 没有办法好 那赵圣经 我洗你的脚 你洗我的脚 以谦卑服事的心去行 那没有这个风俗的地方 当家洗脚的精神 实践于日常生活上 但至于彼此饶恕的洗脚必要也可以行之 所以我们一般都不做 但是有洗脚旅的风俗 要做也可以做 但最重要是他的精神 所以我们洗脚旅的风俗 所以我们洗脚旅大概在这里 那我们现在回来看 约翰福音十三章 十七节 约翰十三章十七节 你们既然知道这事若去行就有福了 这一段告诉我们 洗脚旅不是犹太人风俗 如果犹太人风俗跟有福没有福就没有关系 这是主耶稣的教训 若去行就有福了 那这个去行就是包括两部分 我们洗礼回来 要接受洗脚一次 一生就一次就可以 那接下去就是我们生活 要实践洗脚旅的教训性的道理 那我们就会报复 那对洗脚旅我们今天所谈的 还有我们这个已经是第五条了 第一条是讲独一真神 第二条讲什么 我再复习一下 第一条 第一条独一真神 第二条讲 信仰的基础 就是圣经 那第三是讲教会 我们所加入的教会 那第四是讲进入教会的方法是什么 洗礼 那第五是讲 洗礼完我们会领受什么 应许的圣灵 那第六就是 洗礼完我们要洗脚旅 与主有份 那第七 洗脚旅完 接下去是什么 就是圣参 要末日的一副 那对第一一直到第六 我们有没有什么 你觉得不能明白 来说 两个人 先说 这一句 会儿 是什么 我再不准备啊 我再不准备啊 那边 我再不准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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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不夆备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信耶稣就是归属于神的国 在十图前二十六章 信就是从黑暗进入光明 从撒旦的全家归向神 罪得赦免 那如果我们归向神 等于说你是从我们过去的国家 现在进到美国来啦 那就是美国的政府把我们保护住啦 怎么忽然魔鬼又可以跑进到犹大的心里面呢 为什么 这个很重要就是说 不要给魔鬼留地步 圣经节有这句话有没有 不要给魔鬼留地步 不要给魔鬼留地步 这个留地步是什么意思 留地步就是说 如果你看我们俄白教会 车子开进来 那个大门旁边有什么 有一个小门啊 对 那留地步就是那个小门打开了 他打开就有一个洞 陌生人就可以闯进来 就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受洗就归入神的国 神也派天使在看顾我们 所以魔鬼没有办法来进到我们里面 那留地步就是说 我们开一个洞给他进来 那对每一个人开洞的原因不一样 对犹大来讲 他开那个洞就是 由于他什么 他的贪心 我们来看约翰 有一个人献香膏在哪里 摩大拉玛利亚 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 洲际群人呢 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 你看这个 犹大很会讲话 对不对 他看那个一瓶香膏 这样倒下来 打破倒下来 倒在耶稣的身上 过不久擦干 久不都没有 太可惜了 这一瓶香膏 卖三十两银子 这个香膏 差不多是一年的工资 一个女人一年的工资才买的 那接下去他怎么说 第六节 他说这个话不是挂念穷人 乃是他是贼又带着钱 长取其中所存的 所以他是贪心 所以佛鬼就从那里钻进去了 所以我们在信仰路程后 要保守我们的心 对自己的弱点要很谨慎 魔鬼就不会进来 所以 魔鬼把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 那如果我们再回来 约翰十三章 二十七节 他吃了以后 撒旦就入了他的心 耶稣便对他说 你所做的坏错吧 现在进一步 是入他的心 刚刚只是说 把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里面 魔鬼还没有进来 只是意思进来而已 那现在主耶稣洗他的脚 他也不会受感动 也不会悔改 那现在主耶稣讲得更清楚 彼得说 是谁要卖你呢 那耶稣 耶稣回答 我占了一点饼给谁的 耶稣就 哪一个人就是要卖我 这样有没有清楚 很清楚 所以我现在占饼给谁吃的 那个就是要卖我 那犹大 就这样 接过来就吃了 他没有马上 你醒过来 原来是我 他没有这样 接下来就吃了 就表示他根本没有悔改的心 没有悔改的心 魔鬼就进去 那魔鬼一进去呢 你就完全被控制了 那魔鬼到什么时候才出来 到他们已经把耶稣判死刑了 魔鬼就出来 魔鬼一出来 那犹大人说 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 他就开始后悔 拿钱要去还那个祭司长长老 他就不要 所以这个魔鬼在引诱人 第一个先在外面 他糟糟糟糟糟糟有破洞 就进来 把意思放进去 那如果这个人还执迷不悟 没有悔改 再来魔鬼就进来 进来就被他控制了 一直到我们离开神 魔鬼就出来 好 我们最后 还有没有什么 对于我们上一次查稿 前面六条 五条 六条 各位习教理 就是两个 第一个教训性 第二个是典礼性 典礼性就是跟得救有关 会是要跟诸有份 教训性就是四个 要彼此相爱 要饶恕 要侍奉 要圣洁 圣灵 圣灵怎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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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圣灵 一进到我们里面 就住在我们里面 住在我们里面 在两种情况下 圣灵会离开 第一种情况就是犯罪 所以圣经说我们不要让圣灵忧伤 就是说我们如果做的事情 神不喜欢 你那个灵会很难过 那有时候祷告的时候 会一直流眼泪 那个表示说神的灵在忧伤 那如果我们继续再降下去 圣灵就离开了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很久都没有祷告 对神的灵没有渴望 有时候圣灵会离开 那如果我们常常过遵守道理的生活 常常祷告 这个是常住的圣灵 新约时代是常住的圣灵 那旧约时代也有圣灵 但是旧约时代因为没有赦罪的恩典 好像以利亚一样 那个灵一下很有能力 他可以面对亚阿王 但是工作做完那个灵就离开了 那灵一离开 亚阿王的太太一个女人说要杀她 她就逃走了 没有力量 所以不一样 那现在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要做什么 有很多功用 第一个 我们人有罪性 那圣灵是神的灵 就神本身 圣灵有神性 那现在这个罪性怎么拿掉呢 就是把神性灌进来 那神性灌进来 一支祷告被圣灵充满 那个罪性就好像结字一样 酸的橘子树 结上甜的字字 就会结甜 那一支祷告 这个神性充满之后 我们就会结圣灵的果子 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 人爱喜乐和平忍耐恩赐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一个果子九个表现 那这是第一个作用 为改变这一个人 他的生活里面 有忍耐有喜乐有和平有忍耐有恩赐有良善有信实有温柔有节制 那这九个呢 没有一样是负面的 每一样都是正面 都是好的 所以这个圣灵如果不断浇灌充满我们 这个人会越变越好 到最后跟主耶稣一样 所以主耶稣我们看他讲的话 我们看他做的事情 我们看他的生活 没有一个负面 为什么他被神充满 所以我们这个圣灵第一个功用 那第二个功用 因为我就是讲没有犯圣经 主耶稣说 我有很多话告诉你 但是你不能明白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 他就要引导你明白 可是我们听道理真的听不懂 那听不懂以后我们就会打瞌睡 或者觉得没有兴趣 但是当圣灵一进来之后 神拍我们的心 道理听得懂 那道理听得懂我们就会很有兴趣 越听越有兴趣 那这个神的话一进来 我们心里就火热 读圣经一样 如果圣灵一充满我们 读圣经真的很感动 有时候都会流眼泪下来 那如果没有圣灵的话 白纸写黑纸也没有什么味道 我就觉得读圣经很无聊 那如果有圣灵充满我们 读圣经就说很喜欢读 所以同一本圣经可以从小学 读到八九十岁 为什么 世界上没有这本书了 只有圣经 因为圣灵开我们的心 这是第二个功用 那第三个功用 圣经说圣灵就是火 所以圣灵一进来 好像火把我们内心的杂质 全部都烧掉 你这个人就变成很纯 那个污染 世俗的污染全部被烧掉 很纯 所以祷告被圣灵充满以后 你觉得心里很平安 很平稳 很纯 为什么 因为火把我们杂质烧掉 那圣灵还有很多功用 圣灵好像火水 那个约翰第七章 好可可以到我的这里 我让你腹中涌出火水来 我们人常常会觉得 我活着很孤单 或者活着很空洞 活着很无聊 这是因为我们的心是空的 那如果我们常常祷告被圣灵充满 这个圣灵会满足我们的心 我们就不会觉得孤单 不会觉得空洞 不会觉得无聊 你会觉得心里很充实 会觉得人生很甜美 这是非常好 那如果我们觉得很充实很甜美 我们就不会乱吃这个世俗上这些 罪恶的娱乐 为什么有人信耶稣还去看那些不好的电影呢 因为他心是空的 那如果祷告被圣灵充满 你觉得那个根本就不会吸引我们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心已经满了 而且这个圣灵是圣洁的 那圣灵一充满 你对那个世俗的娱乐 你就没有兴趣 所以有很多好处 再下去大概还有好多点 所以为什么说得圣灵 得圣灵还有两个跟得救有关 第一个他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说我神的儿女证据在哪里 圣灵 主耶稣受洗从水里面上来 天上有圣灵降下来 然后圣灵说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所以这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 那圣灵是我们得天国基业的凭据 好像那个Visa 我将来到天国有个凭据就是圣灵 所以这个圣灵非常非常的宝贵 非常重要 那一般教会他有圣灵的感动 但是还没有得圣灵 那有圣灵的感动 如果在查稿道里 在祷告他就得圣灵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